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帶正電的玻璃棒 靠近一個不帶電的燕電器 本來是不帶電的 再使燕電器給它接地 則燕電器上的電盒分布情形為何 你給它接地的話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說整個系統電位等於0 現在的話就是說我如果這個棒子不靠過來 把它先拿掉 先拿掉以後的話 因為這個地球整個是一個像大的電 它的總電盒可以把它看成是0 總電會等於0的話 所以這上面是沒有電盒 完全沒有電盒 現在正電玻璃棒靠過來的時候 玻璃棒靠過來的話 這個時候這裡的電位 如果這裡都沒有電盒增加的話 這個電位會升高 那電位會升高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把這個地球上裡面的 負電盒把它吸上來 吸上來的話降低什麼呢 降低整個系統它的電位 其他系統以下的話都沒有變 也就是說它電盒事實上也是分布在這裡 負電盒也是分布在這上面 然後這裡的話都沒有電盒 都沒有電盒 當它拿掉以後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那個玻璃棒 在這裡的影響就慢慢少了 慢慢少的話 這裡的電位的話 就是說由正電盒在這裡建立的電位的話 慢慢降低了 慢慢降低的話 這個護電盒的話 慢慢降低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正電的 由地球這樣跑 地球上跑上來 實際上是護電盒這樣跑下去 也就是說當玻璃棒在無窮雲的地方的話 這裡總共通通是電中性的 當正電棒過來的話 護電盒就會被吸上來 就是說要保持整個系統的話 是什麼呢 是那個電位等於0的等電位 這個時候這裡它會下垂 所以第一個選項這是錯的 這個選項是錯的 這裡應該沒有電盒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是要選C 選C 而且這個電盒的話 事實上是 分布在這個表面上 靠近你的這個什麼呢 正電盒玻璃棒的表面上 答案的話應該是C D的話我沒有畫出來 D的話它是什麼呢 它是整個都是護的 整個都是護的不對 就是說我們如何論證說 這裡的電盒應該等於0 我們是這樣看的 就是說 如果這裡有電盒的話 就是說像這個 這個東西有電盒的話 有電盒的話 這裡它的附近的話 它電位就不會等於0 就是說我們曉得說 當你這個玻璃棒沒有靠過來的話 整個什麼呢 整個系統它是沒有電盒的 整個系統沒有電盒的話 它電位等於0 這是等電位的 全部是等電位的 全部等電位的話 那你現在的話 就是說 這裡如果有那個什麼呢 有帶電的話 這裡有帶電這裡會張開 這裡張開的話 中間這邊的話 不會是等電位 中間這裡的話 不會是等電位 中間這裡要等電位的時候的話 這個電盒一定要等於0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C 應該要選C 還有說 那個還有依那個選項 依那個選項 是整個什麼呢 靠過來的時候 依那個選項的話 整個靠過來的話 這個通通沒有電盒 通通沒有電盒的話 這個電盒的話 也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不對呢 因為 當你什麼呢 當你那個 帶正電的棒子過 帶正電的棒子 這樣過來以後 這裡全部沒有電盒的話 這個什麼呢 電棒 在這裡建立了什麼呢 建立了電位會升高 所以你要有什麼 你要有護電盒的話 來給他什麼呢 給他這個 算是中和啦 因為什麼 因為護電盒 在空間中建立的電位是護的 正電盒在空間中建立的電位是正的 所以你要有護電盒的話 來什麼呢 來抵消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什麼呢 應該要選C 我幫你 你